警方打击毒品犯罪不手软 吉隆坡警方侦破首都今年最大宗的贩毒案 吉隆坡副总警长纳都雅哈亚表示 司法大军星期六下午5点40分 在斯迪亚旺沙一所住宅起获320公斤重 市值达到1,150万令吉的冰毒 当场逮捕了两名拥有贩毒前科的男子 这两名嫌犯年龄分别是29岁和34岁 从事汽车和网络销售工作 其中一人的尿液检验结果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警方在突击过程中 发现屋内存放可疑的13个大袋子 里头装有310包关英网茶包 相信是嫌犯企图鱼目混出 除了毒品 警方还充公了一辆市值达到2,08,000令吉的丰田轿车 当局目前延扣嫌犯7天到本月31号 并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-B条文调查此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